歡迎收看 命運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 我是郭敬成 我們今天要來 有些觀眾朋友寫信來問說 我住的房子好像怪怪的 也有聽隔壁鄰居說 住的房子好像是有凶宅的 不知道會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今天 特別做了這個單元 是 不用擔心大師在這裡 幫你解決問題 來 歡迎我們的特別來賓 有的有住過凶宅 有的有訪問過 但是都紛紛的都開始衰了起來 哪有 不是每一個 不一定住凶宅會衰的 也是有甘運的 要聽老實說 首先歡迎這位 越來越漂亮 但是盈盈眉帶子 來 歡迎唐德惠 唐德惠好 請問各位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 媒體界的帥哥我們的迪志偉 大家好 支持老公們大家好 好 接下來歡迎我們的林芷薇 大家好 金芷薇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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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花了上千萬 竟然買到有死了三個人的 這個凶宅 真的很氣 後來是買的時候也不知道 中間也沒講 後來問過鄰居 里長 才知道裡面死了三個人 這個故事到底是怎樣 還告上法院 對 這個應該是要講說 反正它的重點就是 有一個人買了一個房子 但買了房子之後 才發現它是凶宅 他為什麼會知道那個是凶宅 因為你買了房子 他要重新裝潢 就有這個裝潢師傅 在裝潢的時候說看到鬼 然後因為你這樣想 因為他這個房子 就是等於說他找工人去裝潢 這個裝潢工人我們有訪問到 他就講得跟真的一樣 但我們就推論說 這個景氣這麼差 你去裝潢有錢賺 不太可能放著錢不管他 所以法官認定說 可信度滿高的 因為這個裝潢工人 他去裝潢的時候 他說他去上廁所的時候 比方說在洗手 然後有那個鏡子 洗完手之後抬頭一看 看到一個骷顱頭 他第一次的時候 他想說是不是眼花 看到的其實是自己 他自己也是瘦瘦的 但不以為意 然後但是他講說 第二次我去廚房 在廚房要砌的時候 就聽到有人嘆息的聲音 唉… 他想說只要我一個而已 是誰的嘆息這樣 回頭一看 不看還好一看之後腿軟這樣子 又看到他在廁所 看到那個瘦不拉筋 很像骷顱頭的一個人影 然後完了之後奪門而逃 然後打電話跟這個屋主說 你的錢我沒辦法賺 有什麼沒辦法賺 我看到他跪了再跟他賺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屋主他就去 等於就去問嘛 他問里長問領旅 他過去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房子 曾經死過三個人 那有一個是病死的 那我覺得病死那個OK 因為人都會受終正勤 對不對 那有一個是肝癌死掉 那肝癌也是生病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人 他是吸食海洛因 在裡面就是吸毒死掉 所以到他知道之後 他再去比對這個中皇宮人講 因為他說他看到一個 瘦不拉筋很像骷顱頭的 那不就是吸毒人會有的特徵嗎 所以這個買到這個房子 他就覺得說你原本這個屋主 你怎麼會沒有告訴我 你的房子曾經出過事 所以我花了一千多萬 結果居然買了一個 死過三個人 因為他是接著死 所以這個屋主他當然就覺得說 那如果我進去了 也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誰要賠償我 但是這個賣房子的 這個原賣方他是說 如果你說這個是凶宅 我在這邊住四年多 我都活得好好的 而且我也賺很多錢 那當然這個東西就是 你說法官他要怎麼判 我曾經買過一個房子 也是凶宅 也是凶宅 我曾經買過一個房子 價錢也不貴 然後他還是那種 以前的什麼十大豪宅 就以前的 然後後來呢 買的時候就人家說 後來就買完都已經 都已經簽完約了 後來人家說 一查他那個就是過戶的資料 奇怪 他那個怎麼會過戶的 時間有一點短有一點快 你知道嗎 都很平凡 換手換得很平凡 他說你這會不會有問題 然後後來 後來結果一問之後 就說曾經有人在裡面自殺 那次我還請朱老師 看過那個房子有沒有 對…有東西 那次老師說他感覺到 有看到有東西 後來就問前五組 那前五組是不知道 後來再查 再錢 再錢 就換了很快的時候 真的是有一個女生在那邊自殺 後來就說 不好意思 她這樣 既然大家這樣 她就退 她說好吧 那就退了 她讓你退 對 妳這樣運氣算好啦 有些人根本不給退的 那個真的 可是如果現在仲介是會 是會告知義務嘛 對 現在有兇宅網 而且基本上就是說 現在其實有 就是其實有人買到兇宅 然後因為這個賣的人 沒有跟買的人講 然後曾經法官判勝訴的 當然 因為那個可能對買的人 他的心裡的 因為他會受影響 我這邊也提供觀眾朋友 一個觀念 就是說如果你看到一個 在精華地段的房子賣得非常平 他一定有問題 所以你要去買的時候 你就要去探聽清楚 除非你真的不害怕 像不是有個醫生買 那個洪洛潭的那個兄長 對 他買的時候 那個我倒是我也想去買 因為我很便宜 你看那個家庭園這樣加一加 夯不讓那幾百坪 但是他花了2000萬就買到了 結果他說有鬼 有嗎 我進去住都沒有 後來把它改成游泳池 他說改游泳池 改什麼讓大家村民都來烤肉 聚人氣 之後你們採訪上 還有在聽到說他那邊有 就再也沒有聽說 可是你講那個洪洛潭 上次那個醫生買了之後對不對 我們剛好也是在節目有講到 錄有一個節目 我就突然就被真的被附身了 就變成他的二女兒 然後他就說 被洪洛潭的二女兒 附身 因為很多人去動工都有問題 他說你要動可以 可是你一定要寶貝 然後他說很多東西你們都不要亂動 就非常的生氣 然後就一直哭 然後一直尖叫這樣子 是喔 你還記得 而且因為那次 那次那個周知君 我一附身之後 他被我嚇到跌到椅子下面 是喔 其實他們那個 我是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就你也是很容易被附身的那種 對 可是感覺上 他們怨氣很重就是